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营养好吃的家常菜 秋葵炒鸡蛋 秋葵的营养价值很高 常吃秋葵有意健康 这是我买来的350克新鲜秋葵 用清水反复清洗 搓掉表面的绒毛 抠一下水分 把它像这样切成小段 先去掉根部 这段比较老 然后切成像这样厚度不到一厘米的小块 秋葵的肩部也比较老 我一般就把它去掉不要 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粘液渗出 其实这种粘液是秋葵的营养精华之一 像果胶等 对人体非常有益 切好之后 再来切两个红辣椒 用来增色和提味 如果你喜欢吃辣 可以不用去掉籽 切成这样的斜段 再准备 再准备六七瓣大蒜 去皮后 切成大一点的颗粒备用 切成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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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把三个鸡蛋打散 切成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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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原料和配料 就全都准备好了 锅中倒入食用油 油热后 倒入蛋液 稍微停留五六秒 底部刚刚凝固 就倒入秋葵里 快速的翻炒 用蛋液 很好地包裹住了秋葵中 森出的粘液 锁住了它的营养成分 这时候转成中火 慢慢翻炒 大概一到两分钟 秋葵会微微变色 开始变熟 当炒到八成熟的时候 就关火把它盛出来 然后另起油锅 油热后 先爆香蒜粒 再下入辣椒段快速翻炒 紧接着加入炒到八成熟的秋葵粒 快速翻炒入味 同时断一下生 最后根据你个人的口味 加适量的食盐和一点点鸡精提鲜 翻炒均匀后 就立刻关火装盘 大家看到我是用生的秋葵切断来炒的 用这个方法炒出的秋葵炒蛋 很好地保持了秋葵的营养成分 而且口感也很不错 颜色脆绿脆绿的 喷喷香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吗?赶紧动手试试吧 我是唐莲 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再见 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